大家都知道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 MPV 选择是非常的少的 不过在今年会有一款胜利军加入马来西亚市场 它就是刚刚在印尼市场发布的 Innova Zenix 这一款车拥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款车的特点 还有一机会来到马来西亚班人的配备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这个 Innova 的背景 Innova 原本是在 IMV 计划下的产物 也就是说 Hilux 的平台衍生出两款车型 分别是 Fortuner 还有 Innova 以前的 Innova 之所以会面试 是因为在一些市场里 比如讲印度还有印尼他们的道路非常的烂 而且当地的这个消费者对于这个载重有需求 所以延传才会研发出这样子的车型 它不仅可以载重因为它是后轮驱动 而且因为它采用了这个非存在式车身的设计 所以它对于这个烂路的抗争性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也导致了它这个出事性大打折扣啦 这个之前的 Innova 已经出了两代 而且都是采用这个 Hilux 的底盘打造 确实在印尼跟印度市场有着不错的成绩 但是这几年因为这两个国家 还有其他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 所以当地的基础建设也变得更好 所以这种采用非存在式车身的 MPV 呢 它的这个吸引力就越来越低 因此在第三代的 Innova 也就是 Innova Zenix 上面 原厂采用了全新的平台来打造它 就是 TNGA 至于在内装的设计部分呢 它真的是有80%跟 Voxi 一样 而且是非常日系 MPV 的设计 拥有一个独立式的触屏足迹 然后排档杆是在这个中控台的上方 这个跟 Serena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日系的 MPV 设计是一样的 这样子使用起来也比较顺手 至于在这款车上面 它采用的是 2 加 2 加 3 的座椅设计 当然有一些市场它也会提供不一样的配置 它的空间表现更为灵活 如果讲你真的需要再大的物品的话 那么后面的座椅你还是可以倒平的 所以它并没有牺牲 Innova 一直以来主打的大空间设计 只是它变得更为舒适 而且呢 它的座椅支撑性也变得更好 老实讲 以前的 Innova 看起来有一点点像 Venna 但是这个新一代的 Innova 看起来它就真的是这个 MPV 的感觉 舒适性相信会非常的好 我自己也迫不及待可以做到这款车啦 当然作为 MPV 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款车除了全车系标配 6 气囊之外呢 它还有这个 Toyota Safety 7 而且是 2.5 的版本 这个 2.5 跟 2.0 的版本呢 在功能性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是提高了相机跟这个雷达的这个 侦测精准度 让它拥有一个更精准的预判 这些功能包括了主动式定速循囊 Tie Stop and Go 车道偏离警示 车道偏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等等 安全性拉满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引擎的配置 引擎是上一代 Innova 永远的痛 没有力 持油 但是因为它的大空间跟使用性 很多人还是咬咬牙必须买 可是在新一代的 Innova 上面呢 这一个问题不存在了 因为它采用的是全新一代的 Dynamic Force 引擎 它拥有 2.0 的自然进去版本 还有 2.0 的混合动力版本 根据国外媒体的测试呢 这个 2.0 的自然进去版本 0-100 的加速为 10.7 秒 你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出色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它只是一辆 MPV 有这样的加速表现我觉得已经很出色了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69 HP 峰值扭力表现 203 Nm 匹配的是 Direct Shift 的 CVT 变速箱 至于在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呢 它的动力表现更出色 根据国外媒体的实际测试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9.3 秒 这个已经比很多所谓的性能车更快了 然后它匹配的是 ECVT 的变速箱 它除了有很出色的动力表现之外 它的油耗也很低 而且巨西马来西亚会引进这个版本 所以各位消费者 你们想买一辆 MPV 的话 那么可以准备一下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日本市场呢 他们的 Voxi Hybrid 采用的是 跟我们 Corracross 一样的 1.8 公升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到了 Innova 就变成了 Dynamic Fox 2.0 的混合动力引擎 所以这个算不算一个升级呢 接下来呢就要讲到这个上市时间 据说这款的上市时间是定在今年内啦 但是是 Q1 Q2 Q3 还是 Q4 我们暂时还不懂 但是它是会以 CKD 的方式在马来西亚贩售 也就是讲价格方面会有优势 我个人预测它的价格会在 14万令吉到17万令吉之间 主要还是对标这个 Nissan 的 Serena 而且据说 Serena 可能哦 可能啦 会在今年推出大开款车型 所以到时候 MPV 市场就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这个 Innova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